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愿意相信我爸爸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我爸爸当年离开寒仙街 回到人界之后 不到三个月就突然去世了 但我也觉得 这件事情一定有蹊跷 我这次出去 就是要调查出事情的真相 等我查清楚之后 我一定会回来 给大家一个交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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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夏琳姐 等你再回来的时候 会留在寒仙街 当镇魂匠吗 镇魂匠 我 我怎么可能会做镇魂匠呢 我根本没有能力保护大家 我的实力 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但比起实力 镇魂匠心地善良 能真心实意地为我们着想 才是我们最看重的 对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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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可 可是我 当镇魂匠不是那么容易的 不过 穿门匠的 对啊 还没想过 对啊 你这些的 这地图也太炫酷了吧 我第一次见到这种 看来这炉花鼓楼 应该是在凌峰街附近 凌峰街 那是哪儿啊 我也不知道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条街 要是我们认识 像小说里写的那种 走遍镇魂街 什么都知道 就像是包打听 或者白小生那种人就好了 走遍镇魂街 要是有那样的人 不就方便多了吗 你还别说 我们真认识一个 北洛 可是在雨林街一战中 水儿原神魄散 虽然你打败了南御夫 救下北洛 但他始终怪自己害了女儿 我相信他能挺过去的 你别忘了 他可是曾经的林甲军统帅 菩提街郑魂将 传说中的战神北洛师门门司令 我们要对他有点信心 可现在的问题是 我们应该去哪儿找他 上次雨林街一战之后 他说想要到处去散散心 他说有事的话去雷泉街找他 走 我们现在就出发 这么着急吗 先写封严命信吧 路上再发也不迟 好 收拾东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